足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戏剧片《鬼夫》 铁锤当兵走的时候 他老婆娜娜已经怀孕了 估计这两口子的亲戚朋友都死绝了 娜娜生孩子这天晚上 家里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娜娜跟死神搏斗了一会儿之后 最终因为难场挂掉 此时的铁锤正在和战友们发牢骚 由于敌人非常的勇猛 铁锤和战友们被揍的是鼻青眼中 铁锤说我老婆娜娜马上就要生了 我要是英勇就一根儿的屁 那我老婆一改嫁 我儿子岂不是要叫别人老爸 听了铁锤动摇军心的抗喊陈词 其他几个逗逼都觉得挺在理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虽然这几个贪生怕死之辈都受伤 但有惊无险全都神奇般的活了下来 娜娜死了之后 鬼魂整天站在河边呼唤铁锤的名字 全村的老百姓 只要是一听到娜娜的声音 部分男女老少全都在被吓尿 这也难怪啊 村子里每年都要死很多人 但有幸能变成鬼的只有娜娜这一位 铁锤和战友们终于光荣退伍了 五个人坐着船来到了铁锤的家乡 除了铁锤之外啊 另外四位分别是小眼睛 丸子头 狗圣和小胡子 吃瓜的铁锤进屋之后 很快就跟娜娜的鬼魂抱在了一起 两人互诉中场啊 说了一大堆肉麻的话 把下面那四位单身狗 听得是热血沸腾欲罢不能啊 铁锤向娜娜介绍了自己的战友之后啊 把狗圣等人安排在了 自己那位已经过世的阿姨的家 要说这娜娜的道行可不是一般的高啊 呈现在铁锤面前的一切 都像是真实存在的一样 Q弹爽滑不沾牙 不仅有温度而且还有质感 说白了跟大活人一点区别都没有 第二天的一早 铁锤和狗圣等人来到了市场 这些商户一见到铁锤就跟活见鬼市 东西也不要了仨子就跑啊 酒铺的老板娘冷淡事 本打算把真相告诉铁锤 可是被他儿子拦住了 冷淡事说你弯腰从胯下往后看 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丸子头是个比较敏感的男人 他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娜娜很可能是个女鬼 其他人一听全笑了 都认为丸子头是在胡说八道 丸子头去叫铁锤喝酒的时候 不幸跟娜娜遭遇上 娜娜猛地一伸手 把丸子头吓得是浑身发抖 丸子头说 娜娜的胳膊能够无限身长吗 他肯定就是女鬼 可不管他怎么说还是没人信 转过天 小眼镜也发现有些不对劲 可他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有什么事 不过当他在后院拉屎的时候 有了重大的发现 把这哥们吓得屁股都没步上擦 小眼镜在逃跑的途中 不幸被蜜蜂里遮 这脸肿的估计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了 这个时候 他看到娜娜手指上戴的戒指 居然和她见到的那具尸体 手上戴的戒指一模一样 据此小眼镜认为 这娜娜肯定是鬼 本来这次为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又担心铁锤的安危 于是小眼镜和丸子头 便打算把真相告诉铁锤 这个时候狗圣和小胡子 收到了一个坏消息 开酒铺的冷战时被娜娜给吓死了 四个人一看形势不对 便打算撤退 但是却被娜娜给拦住了 非要请他们在家里吃饭 这顿晚餐还是相当丰盛的 不仅有绿色食品杂草和枯出叶子 还有高蛋白的小虫物 为了不让娜娜发现 他们已经知道了真相 这次为鼓足勇气 把脏东西都吃了下去 接下来几个人开始玩游戏 并且不断地暗示铁锤娜娜是女鬼 可张牙舞爪搞了半天 铁锤依然是一头的雾水 最后铁锤虽然明白了怎么回事 但他不仅不信 而且还把狗圣的人给臭骂了一顿 晚上铁锤和娜娜到游乐场下溜的 把所有的娱乐项目全都玩了一遍 为了寻求刺激 两人又钻进了鬼屋 由于担心铁锤的安全 狗圣等人也跟着进了鬼屋 那些扮鬼的工作人员 一看到娜娜全都吓跑了 为了解救铁锤 狗圣等人打算强行把铁锤给弄出去 可没想到很快就被娜娜给发现 四个人一看大事不好 扛着铁锤撒哈子就跑了 听了几个人的解释 可怕铁锤起得不清了 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娜娜是女鬼 由于气血攻心铁锤的救伤复发了 这一现象让狗圣等人大祸不止 联想起之前的一些事 各四个人认为 铁锤肯定在战场上已经阵亡了 此时在他们面前的铁锤 其实就是一个偉婚 既然铁锤是鬼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 娜娜肯定还活着 于是这次我便打算来个英雄救美 带着娜娜一起离开这个世卫之地 船走到半路 铁锤追了上来 把哥几个全都吓掉 眼瞅着铁锤要被淹死 狗圣的人急忙把铁锤拽了上来 小眼镜说 既然铁锤也不是鬼 那我在后院看到的尸体到底是谁啊 小眼镜说完 弯下腰往后面一看的 女鬼娜娜的真面目出现 几个逗逼一看急忙弃穿而逃 铁锤还有点舍不得 被狗圣一把钻给拍摸圈了 随后几个人找高僧求助 希望能把娜娜给收走 这位高僧无论从形象 还是气质上来看 都不像白痴派 随着外面的电闪雷鸣 娜娜推开门走了进来 还是那句话呀 不怕强对手就怕猪队 本来这位高僧打算用圣水 把娜娜给降落 但后面那几位一不留神 就把装圣水的盆给打翻了 高僧说没事啊 高僧一个狗吃屎就趴在了娜娜的脚下 这哥们一看大事不好 扔下狗圣的人 虚晃一招跳窗户跑了 哥几个一看高僧都被吓跑了 于是也想撒个了 娜娜猛的一发功 把屋里的窗户门全锁死了 小眼镜说大姐 咱这又不是欠女幽魂 你能不能别这么吓唬人呢 娜娜可不管这么多呀 在屋子里上蹿下跳 把这帮人全都吓尿了 小眼镜说 弟妹这就是你的不对 冷淡婶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啥要把她吓死 娜娜说 冷淡婶是自己喝醉掉河里烟子的 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我只想跟自己的老公在一起 你们为啥一而再再而散的反对 小胡子说 地狱的大门已经打开 你抓紧时间转世投胎 甭跟这下个人玩 娜娜说 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我如果不能跟铁锤长相私守 那我必须把她给带走 这个时候感人的画面出现了 原来铁锤早就知道娜娜已经死了 她之所以装糊涂 就是因为舍不得娜娜 夫妻二人互诉中常 说了很多套新卧子的话 要说这娜娜能成为全村唯一的鬼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咱也不知道她跟阎王爷到底啥关系 反正阴间方面给她开了绿灯了 允许娜娜继续留在阳间和铁锤生活在一起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可歌可泣惊天地 只存在于影视剧 没房没车滚远点 不要跟着瞎气腻